大家好,吃醉,今天就这么的圈荒酒吧CD演技版的实况 最爱你说,这场比斯莱贼拳王亲王和CD姐姐 双方的玩法三稳随机 经过前两场的比拼 感觉圈王亲王有点稳不住CD姐姐 机度落败 看今天他能不能一血千尺 今天的玩法一样是抢二 开场压点那就是压得非常厉害 对包子实施了致命性的打击 现在紧身投机佛娃剑 空中接波接CD 一波操作接循环 三颗气了,这是雅典娜的可怕之处 但是雅典娜这个人物真的很吃手速 两波大招之后空中再怼一发大招 把这一套联机达到极限 CD姐姐已经无力还手 但是她仍然跪不了 还有一点点血 一点点血,晕了 晕掉之后她再也还不过身来了 结束 圈王亲王也是被雅典娜玩到了极致 这是看下一局 这一局姐姐是不慌的 因为姐姐她有本质量还有八神呢 好的,看这两个狠角色能不能拿着这个雅典娜 雅典娜她又暴气了 看这一把暴气能不能抓到一个机会啊 再抓到一发暴气连 又有机会一跳带走 哎,小西 投机踩着凤凰剑 可以的 哎,还是被砍刀手砍到了 终于吸掉一次 但是空中取消失败了 太可惜了 这个超比杀连就让白白浪费掉了 雅典娜再来一次超比杀直接上 这下不带入连招了 好,来得比较狠 来得比较快 来得也比较猛烈 板铁梁应声倒地 接着看第三局 第三局看CD姐姐她的八神 好,八神能不能使用她的应对之法 来搞定雅典娜 哦,来了 雅典娜 哦,还是跳不过去啊 想用百合折毛死了 雅典娜闪出 抓 圣龙都被抓到了 但雅典娜也有点黄 CD只有没有再接招 现在雅典娜她再暴气 好,暴气以后雅典娜进攻 起 来了 不 对手超杀强反 必杀强反 必杀强反一旦没有了 八神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被动的角度 变成了 雅典娜只用超杀点入 凤凰剑取消空中接CD接波 接大招 拜拜了 哇,今天拳王亲王是穿三雪齿啊 非常过瘾 率先拿下她的第一分 也是赢得相当完美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 这局姐姐她继续三文学人 啊,这一次姐姐有鲁卡尔 还有克里斯 这几个人物可谓是非常强大呀 但是拳王亲王她的也不弱啊 凭打仇子对抗卢卡尔 这个卢卡尔也是我的最爱啊 因为她的大招实在太殆劲了 哎 现在凭直接抛下盘 哎,闪到背后弯了 剪刀脚接波 哎,波没有接住 现在卢卡尔继续跟上一手 推波 好,推波 就是一个轻角牵直啊 哎,哎 拳王亲王 哎呀,拳王亲王使出的骚操作了 直接跳过去 接一发胜龙几拳呢 哎呀,把卢卡尔打到了角落 接一发必杀 看姐姐起身之后 剪刀脚再开波 看看姐姐又在想什么骚操作呀 闪来闪去 飘护不定 剑意玫瑰骗出来了 剪刀脚再开一波 还是没有 好,剪刀脚再开一波 波终于接住了 波接CD 原来在这里等着他呢 抓到角落上 就是踩 狠狠地将他踩下去 一发剪刀脚 直接带走 现在杀到亲王他下一个人 好的,我们接着来看 圈王亲王的小猴子 好,看小猴子这一局打得怎么样 哦,一波强转 选风接上 大招带入 快速拿下卢卡尔 指示可待 追加一下 头上挠 小猴子的爆发力是很强的 所以说CD姐姐她是要 做出一个套路性的反应 现在来看他克里斯 能不能拿得住小猴子 好,克里斯有三个击 双方看会不会发动暴气 打一个暴气连 猴子可击可击 没有暴气的技巧 因为方向距离太近 这样暴气的话肯定会挨打 但是在角落还是被克里斯抛到招了 克里斯进攻 后抓 轻腿轻腿接后抓 还想来一个连环后抓呀 套路有点深 双方都暴气了 看谁能抓到一次暴气连 哎,中转中招 旋风 哇,姐姐要中超伤了 一波超杀大旋风 先打了很多血 然后再接一个CD取消复合 我可击可击又一番小旋风 真的是旋道爽啊 猴子这一次啊 哦,又来 一次旋风接必杀 带走 超狠操作 61连直接死了 这是猴子极限了 第四局 我们来看CD姐姐她的真武 其实如果CD姐姐刚才还有血 猴子还可以再接连大招的 因为是在角落 现在又来一套 这个中段是 哎呀,对手没有说 再来一次 这个小猴子皮的可以啊 真武终于忍无可忍 进行了一个强反操作 姐姐也没想到 她会用复毒 复毒机式的循环来打这一套啊 两点 大招上 一波取消 注意 打到角落 大招再上 一波取消 再打到角落 一大招再上 啊 这一下用不到大招了 最后一发双生龙 现在来到全王亲王下一个人 好的,看全王亲王的玛丽出手 玛丽这就能拿走她 玛丽发动爆气了 玛丽现在直接发动进攻 下轻角 对一下 拔刹铲 接抓 可以的 哎 稳住 恐龙千元洋 超杀 结弱 哦 给了真武一个绝好子的机会 玛丽强反以后 看能不能有一个 哎 大招空 真武又一个超好机会 这一个失误 即将是致命性的失误 被真武直接制裁了 姐姐 也是非常惊险的拿下了她这一分的啊 说我们比分拉平 咱们接着看最后一场 因为这是场场二 最后一场 肯定又是相当激烈 全网全网 今天到底能不能一雪前耻 好 来看这次的选择了谁 我们来看全网 亲王 柴州作为首发 对方CB给她的 小游丽 那就来吧 狠狠地干一下子吧 柴州绝对不怕她了 哎 哎 防着 哎 不料被打中断 小游丽确实挺猛啊 派上几波冲突 让柴州 翻不过胜蓝 来看柴州会不会给她来一个 哎呀 鲤鱼翻身也没有翻好 现在又被游丽的空中连撞给撞起来了 白白了 利用全球上面的打击 居然柴州就没有稳住 看来是年纪比较大了 第二局 看全网亲王的拉尔夫 拉尔夫号称一拳超人 要有力 他又爆气了 这把C姐姐师父要打一套狠的 哦 抓到角落 又来一套狠的 旋风腿 飞翔拳 空中一波抄比萨 落地中断 切换模式 飞翔拳 再来一次旋风腿 生龙 哎 哎 操杀取消 空中再来一波大招 哇 C弟姐姐中间这套切换模式 也是把游里发挥到了极致 第三局 看全网亲王的草蹄精 哎 演绎 走一走 跳 哦 被抓过来了 现在草蹄精 其实乌世凯也没有跟上游里 他再把他揪到角落 演绎 清腿 好 雪 来了 冲腿 哇 C弟姐姐这一局 就是要穿三的节奏 但是 他碰到拳王亲王的主力了 因为这个草蹄 拳王亲用的超棒 哎 连续两波闪神 草蹄再次跟上去 小游里在干嘛 再掏下盘 草蹄也在掏下盘 谁能掏到下盘 谁就赢了 中断好 中断也可以 一波超杀之后 再次向前冲 谁的 谁的 光摇生龙取消 旋风腿拢车 一气呵成 结束 一套连招 其实这一套连招 打的是很多的操作 现在杀到第四场 C弟姐姐她的 罗伯特 快腿罗 草蹄又直接爆气 凹没有凹到 罗伯特开场想凹一下子 现在又中了草蹄的超杀武士 中间中断 独咬 提示 尸盖上天 空中 C弟怼三下 哎 怼两下 独咬 荒咬 生龙取消 大蛇蹄 就是这样 再来一次 大蛇蹄 双大蛇蹄之后 这个草蹄也是秀飞了 选风船 倒生龙 拜拜 现在来看第五局 双方都是秀 一个字秀 就是了 第五局看姐姐她的哈迪伦出手 好的哈迪伦 开场 直接发破 草蹄 三十周 倒生龙 这一局草蹄是浪起来了 轻腿点杀 毒药 再一个倒生龙 丑杀 无事 对手猜到了 直接用吸血抢反 但是姐姐这一局真的是 很难打了 这个战局立马变得微妙了起来 对草蹄蹄 浪得不起飞 对你的哈迪伦居然浪不起来 哎 好 东强反没了 气势该套路 这一下肯定是超杀物质胜了 一个前倾腿中断 切胜 直接气势 再上天 最后跟大蛇蹄 完美收招 二比一快速反三 可以来这波关注每天更新精彩对战视频